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琥珀》 如果你吃的每一顿饭很可能都是最后一顿 每一次抚摸也都是最后一次 你会怎么样度过每一天呢? 这个关于人生的伪命题 其实很多人都不曾真正思考过 总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 但对于一个时刻面对死亡的人来说 他又是怎么度过每一个最后一次的呢? 著名画剧家廖一梅在其代表作《琥珀》中 就塑造了一个无心人 他的每一次都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 生命对他而言就像一场游戏 随时会有闯关失败的一天 他只做爱不恋爱 只花钱不存钱 只租房不买房 世界很美好 但他不愿让自己爱上这个世界 《琥珀》讲述了一个关于心与性 爱与被爱 欺骗和诱惑 欲望和灵魂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物充满个性 毁三观的美女作家 不愿面对生命而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 以及更多被欲望纠缠的男女 《琥珀》与恋爱的犀牛柔软 并称为廖一梅的悲观主义三部曲 其中《琥珀》于2005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首演 唱下了香港艺术节33年来最高票房 同年 他被搬上了新加坡艺术节华语开幕式 而后又先后登陆了德国来兴戏剧节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奥亚艺术节 瑞士苏黎世国家剧院 成为亚洲剧坛的旗帜性作品 其画剧导演正是廖一梅的丈夫 廖一梅和丈夫孟金辉是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师兄妹 毕业后两人双剑合并 一个写一个倒 很快在剧坛上掀起了一层又一层波浪 当然他们一开始在新手村时也很窘迫 尤其是拍他俩的成名作《恋爱的犀牛》时 丈夫孟金辉未筹错二十万元经费 还差点让老婆廖一梅写剧本还债了 结果正如孟金辉所言 当你破釜沉舟地想要去做成一件事 那这件事十有八九都能成 他们赌赢了 再后来 廖一梅又开始了悲观主义三部曲中《琥珀》的创作 这部作品出来的时间恰好是廖一梅怀孕的时候 由于身体上的变化 她几乎是养着坐在电脑前完成了这部作品 可以说 《琥珀》是伴随着生命孕育的过程诞生的 很辛苦也很幸福 孩子降生后 廖一梅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故事更丰满了 结尾也调整了 2005年 《琥珀》的第一版话剧 由金马金鸡双料影帝刘燕和话剧公主源泉主演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将分三部分 为大家讲解这本话剧故事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 爱与做爱 哪个更重要 当性爱被包装成商品大卖特卖 爱情的浓度还剩下百分之几呢 第二部分 张开怀抱就能拥抱世界吗 放荡不羁下的脆弱灵魂 是否还能承受得住真实自我的重量 第三部分 以娼妓行血作为代表的浮躁潮流 娱乐致死或是致死娱乐 究竟是这个时代病了 还是某些人的灵魂迷失了 首先 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内容 爱与做爱 哪个更重要 当性爱被包装成商品大卖特卖 爱情的浓度还剩下百分之几呢 酒吧里一群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在下棋 他们拿出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压了最后一柱 奋青先生把自己的四根手指头做了赌注 如果输了就归庄家高原 从此再也不玩摇滚 博士先生压上了自己的人格 以德国多年的留学经验 学术以及生活阅历做担保 酒吧老板娘压上了整个酒吧 高原则把自己全部的身家五万元压上了 众人摩拳擦掌 准备一局订输赢 这时 一个名为臭皮匠的人闯了进来 他慌慌张张地打听 婚丧用品出租世界名店 一个叫浩子的男人 连忙把箱子里的招牌掏出来 并开始滔滔不绝介绍自己的特色业务 婚纱 大花椒 罗马柱 白天鹅 椰子树 手绘纸钱 加肥棺材 总之 红白喜事通吃 浩子认为啊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接不了的业务 直催臭皮匠尽管放马过来 但是臭皮匠一开口 浩子却顿时蔫了 这家伙竟然要租一具尸体来 糊弄俄罗斯债主 这边两人惊世骇世的交易 并没有影响那群人的赌博热情 这时 高原以一己之力 打败了那十个臭骑老子 愤轻仰天长叹一声 可惜了我四个手指 剁 高原对他的手指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拿出一本书 读了一大段隐晦的性爱情节 大家正听得浑身燥热时 朗读生却戛然而止 接着 高原宣布了他们作为输家的代价 是要在七天内完成两万字的性爱故事 每人一个章节 十个人十个章节 凑成一部最伟大的厌情小说 唯一的写作要求是 每一章都要出现一个容万种风情于一身的性感女青年 她唯一可夸耀的品质就是她的情欲 做爱是她唯一的运动 性爱是贯穿全书的重点 情节呢 必须要耸人听闻 想象荒谬怪异 作词毫不得体 性描写反常乖利 麻木不仁 汪洋自私 烂语充数 总之越烂越好 但凡有一个正面的词都要被删掉 竟有这么好玩的事 刚刚还被赌书阴影笼罩的十个输家 全部举双手赞成这单交易 一旁的臭皮酱 顿时也忘了自己还正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 决定不租尸体了 主动要求加入这个色情小说写作团队 七天后 这部即十一个风格各异 刷新道德底线的性爱厌情故事就出炉了 高远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床的叫喊 这部小说简直堪称完美 但是想要完成这本书成为最畅销的色情小说 还得配一个性开放 专写烂情故事的诗族美女作家 通过筛选 高远锁定了一个叫姚玉玥的美女作家 她的爱好是写作和做爱 写作方式是性体验写作 身体写作 做爱的方式民主自由 生活方式伤风败俗 就在高远约她前来商店合作试一试 一个叫小悠的女人 不请自来 每天约会不同女人 性生活极度米烂的高远 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何时招惹上 面前这个清纯如小仙女的小悠 小悠却说 他们之间早就有了一个约定 接着 她跟高远讲了历史上有名的 菊花之约典故 两个一起进京考试的朋友 分手前 约定了第二年菊花盛开始相聚 可其中一个却忘了 直到当天才想起 相隔千里 此时再启程 怎么也不可能如约而至 为了不让朋友失望 她竟拔剑抹了脖子 变成鬼 日行千里 终于赶在当天夜里 和有人相聚 讲完了故事 小悠吻着高远 做心脏移植手术时 留下的疤痕 做了爱 之后没多久 高远从医生那里得知 自己体内这颗心脏的主人 正是小悠未婚夫的 那个男人因为一场车祸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死去了 最后 这颗还在跳动的心脏 便被移到了高远的身体里 跟小悠上完床之后 高远又跟美女作家姚月月 在床上达成了合作协议 经过媒体的炒作 这本《床的叫喊》 很快成了炙手可热的 畅销宴情小说 原本主动痴迷的小悠 此时却开始退却了 主动梳理高远 因为她发现 自己不只是爱着那颗 原本属于未婚夫的心脏 同时也爱上了这个花花公子 高远呢 自从知道小悠主动诱惑自己 即使是为了 付未婚夫的菊花之约 她开始疯狂地吃醋 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小悠 面对小悠的疏离 她又不想卑微地去祈求 于是夜夜沉迷在酒色之中 想方设法折磨那颗脆弱的心脏 因为她知道 小悠在乎这颗心脏 果然 高远的身体不抗躁 她陷入了昏迷 那群厌情小说的创作者 想尽办法都无法唤醒她 小悠来了 她在她床前 讲述了一个妻子 期盼丈夫回头的故事 并且一再说 我爱上了你 我背叛了我的爱情 有了新的爱情 新的渴望 我爱上了你 故事的结局是 高远醒了 和小悠 有情人忠诚劝 但据作者廖一梅说 原本的结局并不是这样的 她打算让这个 愤世嫉俗的花花公子 永远沉睡 结束毫无意义的一生 那是什么原因 改变了廖一梅的初衷 在结局时 留下了希望和幸福呢 那是因为 廖一梅和孟金辉儿子的出生 让廖一梅借高远之口 发出由衷的感叹 因为你 我舍不得死去 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高远拒绝与这个世界亲近 她自以为看透了 人世间的情欲 性爱 只不过是 通向世界的通行症 也是爱情的木之名 她贩卖人性 欲望和道德 小悠对未婚夫的痴爱 为高远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原来爱情 也可以是一杯暖手的热茶 是一个彻夜等待 至死相随的少女 高远和小悠的虐恋 其实就是徘徊在 爱情之外的纠缠 她们需要从原有的爱情观 和人生观 向新的世界进发 高远自以为 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人和事 都是张开怀抱的 而事实证明 她那所谓张开的怀抱 连自己都接纳不了 那些被她一再贩卖的 性爱和欲望 早已冲淡了爱情的浓度 让她无所适从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第二部分内容 张开怀抱 就能拥抱世界吗 放荡不羁下的脆弱灵魂 是否还能承受得住 真实自我的重量 嘴上喳喳呼呼 语不惊人死不休 行为上也毫无底线 烂情买醉 在高远的世界里 根本没有什么该做 和不该做的事情 她对人和事 唯一的评判标准 就是是否诚实 这里的诚实 是对自我 也是对外界 大胆说出自己的欲望 勇敢追求 新鲜刺激的性爱 如果活得不开心 那就是因为那个人 不够真实地面对自己 高远并不认为 自己的言行是毁三观 相反 这恰恰是人活着 应有的状态 她以一副 高高在上的嘲笑者姿态 通过聚集一群乌合之众 制造一本 无底线下流的厌情小说 进行所谓的人性考验 当小说如她所料 一直突破销售记录时 她仿佛看到了 无数披着光线外衣的 丑陋灵魂 她在内心深处 发出狂笑 青年报和纽约报 评论高原亲手组织的 畅销宴情小说为 垃圾作品 令人作呕 高原以小说 一个星期六十万册的销量 来汇集评论 并自称 她和那帮乌合之众的存在 因此得以升华 获得意义 她用一个精神病人的 怪诞故事 再次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病人 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鸡蛋 只要坐下来 就会把自己弄碎 并且会不断地溅出蛋黄 高明的医生们 对她用了很多 镇静剂和药物 都没办法帮病人 消除恐惧 直到有一个 聪明的医生出现了 她叫病人 随时拿一块面包在手里 只要坐下来 就把面包 垫在屁股下面 那样 她的蛋黄 就不会流出来了 从此 这个病人手里 一直拿着一块面包 变回了一个正常的人 而这个聪明的医生 高原觉得 就是自己 是她 让云云众生 变得正常了 随时随地 带着那本宴情小说 就像随身 带着一块面包 只有这样 他们才敢面对 真实的自己 这一切高调的自我标榜 在纯情的小悠出现后 小悠和未婚夫 纯净而平凡的爱情故事 却成了一枚尖锐的刺 一下把她的那些脆弱的伪装 和自以为是 击打得支离破碎 高原羡慕小悠 对未婚夫 至死相随的感情 又促意 激发了内心深处的爱 她无比渴望得到这种 充满人间烟火的爱情 可是 她远离人世太久 一直活在 自我禁锢的 相爱世界里 看破人生真相时 高原失重了 她那一直张开的手臂 其实早已形成了 一个悲观的怪圈 外人进不来 自己也走不出去 她未能拥抱任何人 还把自己给弄丢了 和她一样 用自以为是的高调言论 包裹自己的姚月月 也同样自我禁锢在 这个怪圈里 姚月月说 自己之所以还没出名 是因为小说写得还不够烂 只要够烂 就一定会出名 高原那本烂倒了 骨子里的厌情小说 成就了她的虚名 一夜间受世人追捧 又遭世人唾骂 面对记者的人身攻击 她嬉笑怒骂 不放过每一个 释放荡负情怀的机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 她大放厥词 说每人每年 有五十个性伴侣 是极正常的 女人了解男人的 最直接办法 就是上床 谈情说爱 大可以煽烦纠减 记者质疑她 是在公开提倡滥交 她却说 真操官 是对女人 单方面的道德诉求 是一种 以性别区分的 双重道德标准 姚月月认为 自己是一个 大胆冲破道德桎 拥抱性爱 自由民主的开创者 她为自己诚实的动静 不加修饰的欲望 而感到自豪 姚月月被隐晦地骂成 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放 她大笑着 一语道破 婊子是牌放的通行证 牌放是婊子的木志明 如果再有记者 想采访她 必须要先和她上床 床上能用多长时间 就给她多长时间采访 这副狂妄的驱可夏 是一个 郁郁不得志的 青年女作家 在网络小说 这座桥上 被时代和潮流 过些前行 骄傲 不允许她言败 张扬和放荡 让她找到了宣泄口 她大肆践踏 自以为 一文不值的 真操和道德 取义迎合 个性潮流 贩卖色情和欲望 在记者的言论为公下 她把脸面 真操 道德 全踩在地下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尊严撕破了 掰碎了 让人踩她 为了那个浪得的虚名 她付出的代价 不仅仅是世人的辱骂 还有面对内心时的恐惧和不安 这两个悲剧师的人物 越是张扬 实则灵魂越空洞 他们如同被虚荣 悲观 愤俗 脆弱 时空的灵魂 只能用虚张声势 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引起世人的关注 哪怕是拓马 对他们而言 都是不可或缺的 生命如他们 像一个个看不见底的深渊 如果不想一脚踩空 那就要学会 脚踏实地 真实面对 那造就这一悲惨群体的 关键原因在哪 这个责任 该不该由时代产生的浮躁 虚荣之风承担呢 最后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内容 以娼妓形血作为代表的浮躁潮流 娱乐致死 或是致死娱乐 究竟是这个时代病了 还是某些人的灵魂敏失了 一场赌局 把一群博士生 摇滚歌手 个体户等人 组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高原把身家性命压上赌桌 然后又与11个人 联手炮制 宴情小说 策划一场销售骗局 这个过程中 道德沦丧 丑恶人性 一览无语 博士将自己的人生阅历 和流血经验 当成了最不要脸的赌注 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我输了 但我依然追求我散弹人生 笑傲江湖的品格 当街道高原下派的任务 他却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梦想 写一篇两万字的宴情小说 简直是比做学术 要容易上百倍 一群消化不良的知识分子烂钩时 在彼此陌生的环境里 他们卸掉了欺世道明的伪装 露出了空虚丑陋的一面 他们无视名誉道德 把一颗寻求存在感的灵魂 抛向了世俗之外 色情的吻字 激情的畅想 自私的描写 成了最好的麻醉剂 臭皮匠的情色描写最精彩 有良家妇女 有青纱曼罗 春光无限 可见一体横尘 花心低落 鱼游春水 沐浴炸开三峡梦 青州已过万重山 作为畅销情色小说作者之一 全身是债走投无路的臭皮匠 用亲身经验实力展示 没有道德底线的娱乐 真的可以逃避现实 娱乐致死 反过来说就是致死娱乐 想要一辈子快快乐乐 那就是要学会娱乐 那什么叫娱乐呢 这群人想爱的理解就是 做一切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 怎么开心怎么来 并且不能有标准 因为一切事物 但凡有了标准 就会变得刻板而无趣 比如致死相随的爱情 债务 学术研究 梦想等等 美女作家姚月月 和那一群厌情小说作者 他们追求世人认可的同时 也在肆意放纵 把刷新道德底线 制造性与垃圾 放纵空虚 当成了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认为这才是迎合了时代的潮流 想在浮躁的世界脱颖而出 必须要成为最无耻的代表 这是16年前的时代之风 更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时代的潮流 直播间里直播自杀现场 父母病榻前贩卖同情 视频中跪地磕头哭爹喊娘要点赞 为名为力掏出了灵魂 而镜头之外的观众呢 正如床的叫喊 这本情色小说的追捧者一样 他们嘴上轻蔑抨击 诚实的追捧行动 却一点也不慢 记者说 这是文学垃圾臭狗屎 然而这堆臭狗屎 却人人都想买都想看 床的叫喊 一个星期卖到60万册 正如姚月月在记者面前大放厥词 这本书说出了大众隐秘的欲望 和被压抑的本能 当这两者在体内被忽视太久 它不会消失 反而会蓄满了迸发的力量 只有撕破了那层蒙修布 才让人们感觉酣畅淋漓 廖一眉说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深渊 如果你硬要去凝视 就一定会眩晕 琥珀中的所有人物 包括最纯洁的小悠 他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不曾被窥视的深渊 小学时 小悠品学兼优 13号学生 中学快要毕业时 得了厌食症和神经衰弱 不久 他经历了一场单相思 在想象的恋爱场景中 放任自我 抽烟喝酒 打扮成失足少女的样子 在街头晃荡 又化身为泼妇和街坊联居吵架 可是放荡的言行 并没有把她从空虚和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 在做这些事时 良知和内心的道德意识 让她为自己感觉羞耻 她不停地流泪 神志逐渐模糊 直到遇见大学教师 林一川 小悠漂浮在半空的灵魂 找到了安宁 但是一场车祸过后 小悠又失去了林一川 小悠的忧伤处于失众和毁灭的边缘 绝望的歇斯底里 但是因为林一川的心脏还在 她被移进了高原的身体里 那个自以为是放荡行海的灯徒子 却成了小悠的一面镜子 在高原的身上 她看到了自己失众的身影 刹那间 小悠仿佛拿到了一片面包 她开始变回了正常人 一个渴望再次得到爱情的纯情少女 书本华曾说 生命是一团欲望 欲望不满足便痛苦 满足便无聊 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人世间的种种自我纠结和痛苦 皆来源于欲望 无论在任何时代 人们身后的那个深渊都存在着 是否会让人失足 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脚步 有人说 像这种男女主重病 演绎生死之恋的故事 充满了琼瑶剧气息 过于老土 但是 琥珀被搬上舞台16年 仍然在中国话剧中 占据重要的位置 长眼不衰 话剧公主袁全说 自己每演一次琥珀 都有不同的感受 但每一次都让自己感动不已 这部充满料式风格的先锋话剧 为什么竟能以如此俗套的爱情故事 助力国际话剧舞台多年 其实是廖世的人生信念 他通过闪耀的文艺光芒 承载了戏剧的担当 指引着现代人追寻生命之光 在暗夜里不断前行 好了 到这呢 全说的精华内容就为您讲完毕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 首先说的是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高原 在一场赌剧中 为自己迎来了11个写手 七天后 写手们联合炮制了一本 刷新色情界记录的宴情小说 为了让小说更畅销 高原又找了一个 用身体来写作的美女作家 把她包装成更加颠覆三观的 情色小说作者 同时 一个名叫小悠的女人出现了 和高原演绎了一场生死虐恋 接着剖析了高原和美女作家的开放性 从她们的言行中 解读其内心真实感受 她们并非如自己所言 张开了怀抱 接纳世间所有颠覆的 绝望的 色情的一切 也并没有从中得到灵魂上的解脱 她们张开的怀抱 除了痛苦 什么也没有 最后 我们一起探讨了娱乐致死 和致死娱乐的话题 从博士生 臭皮匠 小悠的迷失和自我救赎 皆是每一个人 都有不为人知的角落 就如身后藏有一个深渊 经不住凝视 游乐致死的年代 只有守得住自己的底线 才能找回真实的自我 活得洒脱 因为创作了不少 如琥珀般的经典画剧 廖一梅 让许多深陷在 这个痛苦时代的观众 摆脱了孤单 纠结 那生存背后的伤痛 以及对人性的思考 在剧中一览无语 坚持不再被嘲笑 努力不再被忽视 这是一个精神实际的乌托邦 廖一梅 是个把戏剧 作为生命一部分的专注女子 用无数 每到让人落泪的台词 在每一颗年轻的心里 留下深刻烙印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